《初埃及记》第38章 它用造甲木做繁迹坛 长两公尺两公寸 宽两公尺两公寸 呈正方形 高一公尺三公寸 在坛的四个拐角做了四只脚 脚是与坛连在一起的 又用铜把坛包裹 又做坛上的一切器具 就是盆、铲、盘、肉叉和火盆 坛上的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 又替坛做了一个铜网 放在坛的围腰板以下 向下直到坛的半腰 又铸造四个环 放在铜网的四端之上 用做抬坛的地方 它用造甲木做两根杠 用铜包裹 把杠穿在坛两侧的环里 用来抬坛 坛是用木板做的 是空的 它用铜做洗镯盆 又用铜做盆坐 是用那些在会幕门口服饰的 妇女的铜镜做成的 它又做院子 南面就是向南的方向 用碾的细码做院子的漫木 共四十四公尺 漫木的柱子有二十根 柱座有二十个 是铜做的 柱钩和横柱栓是银座的 北面有漫木四十四公尺 漫木的柱子有二十根 柱座有二十个 是铜做的 柱钩和横柱栓是银座的 西面有漫木二十二公尺 漫木的柱子有十根 柱座有十个 柱钩和横柱栓是银座的 东面就是日出的方向 有漫木二十二公尺 门口这一边 有漫木六公尺六公寸 漫木的柱子有三根 柱座有三个 门口那一边也是这样 院子门口的两边 各有漫木六公尺六公寸 漫木的柱子有三根 柱座有三个 院子周围的一切漫木都是用缅的细麻做的 柱座是铜做的 柱钩和横柱栓是银做的 柱顶是用银包裹的 院子的一切柱子都是用银横栓相连起来 院子的门帘是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碾的细麻 以及刺绣的手工做成的 长九公尺 以宽度来说两公尺高 与院子的漫木相配 漫木的柱子有四根 柱座有四个 是铜做的 柱钩是银做的 柱顶和横柱栓是用银包裹的 账目的一切钉子和院子四周的一切钉子都是铜做的 这是账目内 就是法贵的账目 立位人使用的物件的总数 是照着摩西的吩咐 经亚伦祭司的儿子以他马的手计算的 凡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犹大支派护尔的孙子 乌立的儿子 比萨列都做了 与他同工的 有弹支派雅西萨摩的儿子 亚和利亚伯 是个雕刻匠 图案设计家 以及能用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和细麻刺绣的人 用来建造圣索整个工程使用的一切黄金 就是现做礼物的金子 按照圣索的标准 共有一千公斤 惠众中被数点的人所出的银子 按照圣索的标准 共有三千四百三十公斤 凡是按着次序被数点的人 从二十岁以上的有六十万三千五百五十人 按照圣索的标准 每人纳银六克 他用这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筑造圣索的筑作 和曼子的筑作 一百个筑作用了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三十四公斤银子做一个筑作 他用三十公斤银子做筑钩 包裹筑顶 以及为筑顶做横筑栓 现做礼物的铜有二千四百二十五公斤 他用这些筑做会幕门口的筑作 筑坛和坛上的筑网 以及坛上的一切器具 院子四周的筑作 院子门口的筑作 账目的一切钉子 和院子四周的一切钉子